是的 中国暂停为日韩公民签发签证 让两国领导人大感不满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签称 这只是中国针对日韩实施歧视性入境措施的对等反应 以维护中国人民的权益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 这么做正当也合理 同时北京今天还进一步宣布 取消日韩公民的免签证过境政策 中方根据相关国家采取对华歧视性措施的实际情况 做出对等反应 既是维护本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也是为了维护国家间正常交往合作的必要环境 正当合理 汪文斌今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 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 根据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 不要借此操弄政治把戏 他希望各方共同努力 为国家之间的正常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 创造有力条件